OK,上了四个礼拜的雅思学术阅读之后呢,到这个第五周,我们要来到,第六周我们要来到这个IELTS Listening的部分,雅思的听力练习,听力测验的部分。 那第一周呢,就让Face老师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雅思的这个听力测验呢,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也顺便介绍一些有用的Resources给大家。 那这一堂课呢,这个单元,其实最主要的是要让大家上一个网站,然后去练习,就是实做这个听力测验的部分,等一下老师呢,都会解释。 好,About the test, there are four sections, and each section there are ten questions. 就是这个雅思的学术,就是这个雅思的听力测验呢,一共有四大部分。 好,然后每一个部分呢,都会有十个问题。 好,section one, you will hear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speakers on daily topics. 好,这个四个部分呢,的第一个部分,其实呢,都是一段对话的录音。 好,然后呢,讲的人会有两个人。 那他们谈的主题呢,通常都是daily topics,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对话。 譬如说,问路啊,或者是问时间啊,或者是两个人用电话在约时间,或者是电台访问之类的。 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主题呢,都是比较日常生活一点。 What about section number two? section number two is usually a monologue, also on everyday situations。 就是说这个第二部分呢,它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它只有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的monologue,一个人的独白。 那这个人讲话的主题呢,通常也是everyday situations,就是每一天生活里面的大小事,跟生活相关的主题。 As for section number three, it'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or more speakers in an educational context. 就是第三个部分呢,它的难度就比较高了哦。 因为呢,它讲话的人通常是两个以上,两个或者是三个人,甚至是四个人。 那他们讲的主题呢,就是跟教育跟学术有关的主题。 It's in an educational context. What about number four, section number four? It's again a monologue, but on an academic subject. 好,第四个部分呢,一样它又是回到monologue,独白,就是一个人讲话。 然后呢,这个讲话它的主题呢,就是学术的主题。 举个例子,它有可能让你听一个教授,他在上课。 就是上课呢,他present,他在讲解一个理论,一个经济学理论, 或者是呢,一个学生他在报告他自己的这个academic project, 好,他自己的这个计划。 好,总而言之呢,在这个听力的部分,会有四大部分。 然后每一个部分呢,它会让你听完之后呢,你得回答十个问题。 然后加起来一共是四十个问题。 就是它一共有四十个问题,然后每一个问题呢,它都是一分好。 就是说,这个雅思听力比较困难的地方是, 这个四大项,你必须从头就是给它考到尾。 三十分钟就是这样子考过,一个接着一个。 中间没有休息, there is no rest between each section. OK,so later, in exercise two and exercise three, you will find two IELTS listening mock tests designed by canadianvisa.com. 好,就是等一下呢,练习二跟练习三, 练习三,老师会指引你们上一个网站。 然后那个网站呢,它就是提供你这个全真的雅思听力模拟考,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解释。 就是说,它这个网站为什么我会推荐? 因为它把雅思的完整的一个听力考试, 在一个单页里面就可以让你去试做。 好,等一下我们来把它试做看看。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个练习,exercise number one, 第一个练习呢,Face老师要请大家上到IELTS的官方网站。 好,它的网址是www.ios.org。 好,进去之后呢,你找到网站的最左边, 它有一个test takers,好,这个区块。 请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有不同的选项。 请你去选,see a test sample,去选一个那个test sample来看看。 然后呢,you try to listen to all sample materials, 你把所有的sample materials听过一次, 然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练习看看。 然后呢,I hope you can give a closer look at all question types, and try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m。 希望你呢,在这个做练习一的时候呢, 你去熟悉每一个这个提醒, 然后呢,看能不能整理出一个你自己的对策。 好,再来,exercise number two,我刚刚说过了。 这个canadavisa.com是一个很,怎么说很有用的这个资源。 好,你上去之后呢,请你到这个网址。 好,这个wwwcanadavisa.com, 然后呢,你找到这个听力练习的这个网址之后, 老师会把这个网页的连结直接建在我们的learning zone里面。 好,所以同学不用担心。 然后呢,你就是you can follow the instruction and try to have some taste on the entire IELTS listening test。 就是说,你上这个网页之后呢, 因为我刚刚说过,他给你两套全身的雅思听力测验。 所以呢,请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做两套,每套个三十分钟这个听力测验。 然后呢,来小小的尝试一下,好,来感受一下,体会一下, 做IELTS的听力测验是什么样的感觉。 Exercise No.3跟Exercise No.2是在一起的。 好,我刚刚说过了。 好,最后呢,来讲一下,就是你每一天做的daily practice。 就是说,听力呢,你需要长时间的来养成。 好,所以呢,不是说,你要考试之前前一礼拜,努力听就可以了,不行。 好,你至少要半年的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开始每一天都要训练你的耳朵。 所以说,what you can do here is that you try to choose a piece of listening material。 好,选定一篇这个听力的这个练习。 然后呢,try to test your own listening ability first。 好,是听听看,你先试听看看。 这个你的听力练习,好,看看你懂多少。 then you try to check your comprehension after listening。 试试看,听完之后,看你理解多少。 最后呢,you try to read transcripts, 就是你去把这个,他这个听力的这个对话的逐字稿,去把它读过。 最后呢,test yourself again several days later. several days later,这边我说的, 不是你读完逐字稿之后你又回去再听, 请你过几天之后再听,看看呢你的这个理解能力。 好,听力是不是有这个叫做进步。 好,Face老师先把这个这边的讲解停的, 先把这一段讲解停在这里。 好,接下来呢,还有两个重要的这个网路资源。 好,two very good resources to hone your listening ability. 第一个呢,是有关这个British Council, 他们建立的这个Podcast, 就是你可以下载的听力资料库。 第二个呢,是有关是BBC的这个Words in the News, 它的新闻用字。 老师分别会做两段这个影片的讲解, 来介绍这两个资源, 然后呢,顺便告诉同学, 你该怎么样使用这些线上的资源来帮助你自己, 好,来这个改善你的听力。 好,这段讲解呢,老师就先停在这里。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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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